大家好,我是JT 歡迎收看經驗者實戰教室 明星期三晚,10月23日 沙田會舉行8場黎比賽 我今天想跟大家推介三匹馬 第一匹是第二匹,五班千二米 我要推介的馬匹是10號世界騰和 這匹馬,要看最近的賽職 是很差的 基本上近六場 頭四都沒進過 你可能會覺得這匹馬很差,為什麼還要選 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這匹馬,你見到同程 跑過一次 當時就背著134磅,潘頓騎 他就排著五檔 沿途就流後跑 最終就追上來,追回第五 但你不要以為他輸五的馬位很多 因為你看看這一場 頭馬那隻創棋 根本就贏三個幾馬位 所以 第二匹,最多寬少 排第五匹,世界騰和 他們那個馬位其實只是相差兩個馬位 其實是不多的 加上,如果你有時間可以看回 賽事的片段 入到最後直路 你拿最多寬少是把尺來 量度的話 最多寬少一入直路已經是網空 可以立即打開衝 而世界騰和 入到直路,還有一度未能網空 要找一下位置才能衝上來 所以如果 世界騰和入直路的制御好一點的話 其實根本 他可以收窄和最多寬少的距離 說了這麼多 其實都是證明 世界騰和首先是 色跑泥地 說回這一場 這一場有好幾匹馬 都是出自零五五場次的 那 如果看回這一場的場次 星火鳥元和高明力量 分別跑到第二和第三 但你要知道 這兩匹馬 在這一場之前 根本 是從來都沒有過三匹的 加上 最誇張的是 星火鳥元這一場 是全程走外跌之下 都跑到第二 那 我覺得 只有兩個可能性 一是這一批星火鳥元很厲害 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其他馬很差 那我自己就比較傾向後者多一點 所以這一組 那個 水準我是有點疑問的 所以這一組的馬 我就不會說去清先的 我就想看一下 新加入的馬 就去挑戰一下這一組 這一組的對手 對 那 那 而新加入騰王 我就覺得 就是 可以搏一下 因為這一隻馬 一定是有些倍率的 至少都 10-20倍 我猜 對 那 看回這一場 預計的報速 就不會特別快 預計會放頭的 是 標之多多 和 帝雄寬星 另外會跟前的馬 可能是 威武良驅 和星火鳥元 所以 世界騰王 這個狗蕩 我覺得 反而會比內蕩好 因為 如果 補出不快的話 如果排內蕩 就有機會 運 那 這個狗蕩 就算 沿途三碟 都沒有所謂 最重要是 轉彎 吃著Momentum 打開衝上來 我覺得 是有機會 就是 以他的 衝刺的能力 因為這一匹馬 都 證明過好幾次 他後上是OK的 是的 還有 其實 他 生涯就贏過一次 那 他那時候 贏馬那時候 就 126磅 那 其實現在 根本都是 就是 平分已經跌到新低了 30分 那現在有什麼分126磅 因為 看回這一場 那些對手 又不算很強 就是 剛剛也說過 高明亮 聖火 那些 水準是有大驗證 那 而最多歡笑 那 他也是出自055的 但是 他呢 就叫做有些藉口 因為他就是器官有血 那 他跑這個路程都準的 不過呢 我剛才都說了 西特王 他之前不是對過最多歡笑的 那 之前那一場 那 他就輸了兩個馬位 那 你可以看回 這場 世界騰王 就養最多歡笑 9磅 那 你看回這場 世界騰王呢 是受養最多歡笑 2磅 那 即是 來回11磅 那 這兩個馬位 我覺得已經絕對可以抵消到了 那 因為預計 最多歡笑都會偏熱 而 所以 更顯得世界騰王的直撥率更高 那 如果到時這一匹馬 臨場有十多倍的話 我都很建議 可以搏一下 WINPay 那 做膽就不要了 那 三四重點坐一腳的話 可以搏一下 因為 這 早馬 始終是 比較混亂 即是沒有一匹很實正的馬 所以我覺得 是頗適而搏核硬的 所以 今場就選了這一匹世界騰王 好 那第二匹我要推介的馬 就是第五場 7號的果然囂核 這匹馬呢 其實你看到 董鬼資料 暫時沒有跑過泥地 但是 為什麼 我覺得他多值得去投注呢 最主要就是看上一場 另一場次 這一場 他跑了1,12米 那 他最終 就拿到第六 輸兩個幾馬位 因為 看到 這一場的對手 那個強度是不錯的 例如 好運 跑第一 其實之後 他升上三班 都已經是上名了 另外 泛會英雄之後 再出也是上名 所以 果然囂核 這個 對力 我覺得水準不錯 加上 其實最後 100米 因為 前面 陸續威 就是 向外斜跑 所以 果然囂核 都收慢了 如果 他沒有收慢的話 就是 可以縮集 他和頭馬的距離 根本 但是 這一場之後 他就轉了馬房 由 旅記威 轉了去 尿香明馬房 那 之後 就試了泥閘 這個泥閘 就試得不錯 他那個 看到他出閘的反應都快 沿途都輕生更慈 回到來都不散 對 那 這場 尿康明 就純粹幫他 泥閘 泥閘 我覺得這個 部署 都有點心思 正常 如果上一場 跑田草 都跑得好 那你很正路 都會照顧 這個路程 而 剛剛那個賽日 就是剛剛 星期日 根本 田草 就有兩場 四班千二可以報 但是尿康明 就只是報了 一筆星之餘 那 所以 就此可見 可以看到 尿康明 立心幫這筆 果然挑衡 轉攻 泥地 可能他就想 憑 他填了 級數 就 轉過來 泥地 欺負一些 教育的對手 因為 看回這場的形勢 他的步速 都未必會很快 因為 會放頭的馬 估計是有 派頭 天天散落 那 會擺前的馬 有機會是 日陸掌 還有 果然挑衡都會擺前 陽光倒背 也有機會擺前 那 果然挑衡這個六檔 我覺得是相對地 挺好跑的 他可以放在 二碟的四五位 我覺得 跟著來跑 轉彎的直路 衝一段 搏走 我覺得是 形勢上 挺好跑的 那 因為這場的對手 又沒有一隻 特別好硬 因為 預計 大熱應該是天天灑落 那 始終 基本上 這幾場都 經常接近 但是 這次 潘頓又拿來騎 又派著 靈多 但是 始終這匹馬 106 暫時都 沒有在樓裡跑過 都不要緊 但是這匹馬 最主要是 沒贏過 如果到時候太熱的話 獨贏的直播率 真的要考慮一下 另外的馬 有派頭 之前贏的那次 當然是 出色 但問題是 他之後那兩次 表現都非常失望 加上這匹馬 他出閘 那個前速 不是特別快 因為 他這次排了三檔 旁邊有那隻 天天灑落 頂他 如果他假設出閘 不夠快 埋不難的話 那匹馬 真的可能會變了 另一隻馬 所以 又不算很穩 另外的馬 火神神六 和 六霸王 都是比較 被動的馬 拋法上 所以 腳可以拖著 另外 日獎 他其實都可以跟前的 這匹馬 但是 這次 之前就贏了五班 但是 還是贏了頸 還有 我剛剛說 055 那場 我覺得水準有點懷疑 那場 這次 升到上來四班 對著這些對手 我覺得 未必這麼輕鬆 所以 總括來說 果然僥倖 雖然 他暫時都沒有在 黎尼跑過 但是 他那個試襲 我覺得 是不錯的 加上 形勢上 他挺好跑的 可以跟前 那 還有 這一匹馬應該 都會有點分頭 因為同場 都有幾匹的 扯飛馬 直播率 相對上比較高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匹馬 第三匹 我要推介的馬 就是第六場 四班千二米 我要推介的馬 就是9號 機械騎士 這匹馬 看回統計資料 他總共跑過這個路程 8次 總共就拿了 一個亞軍 和兩個貴軍 成績 都不錯 但是 我們 最主要是看回上一季 708場次 這場 他排了11檔 沿途留後 最終 後想衝到上來 拿到第三 雖然 你看到 雖然 4個幾馬 但是 你看到 頭馬 自強不適 這匹馬當然厲害 贏3個幾馬 因為 升上三班 都照上名 但是 機械騎士 只是 更加輸給 大眾勝利 這些泥地好手 一個馬 而 其實 新強複勁 都在他身後 而新強複勁 這批馬 都很厲害 之後 在 尼里千里 都變回上名 所以 已經證明了 他的實力 是不差的 到了 之後 那場 757 這次 他這一場 就可用了一個放頭的跑快 但是 實在 一個很快的捕捉之下 不斷了 最後 僅僅是輸給奧威威威過幾馬位 拿到第二 那 這一場 也是 跑得不錯 那 到了之後 那 那 五盤子 就很奇怪地 這一匹馬 就加了一個面窟 那 不知道是否因為 這個配備有影響 所以 跑起來 就沒有了 表現 就算 有個漂亮檔 都輸了幾馬位 對了 到了 之後 今季 那 你見到 還有一個面窟 那 跑下去 沒什麼看的 算了幾馬位 那 到了 9月28日那場 那 終於 除了 那個面窟 可能五盤子都覺得這個面窟 不太適合他 但是 可惜這一場 又是表現比較失望 但是 有一點想留意 就是 何澤苗在 最後直路 他的騎法 你見到他的手 是 很自由的 推騎動作 是很小的 所以 我覺得這四個幾馬位 就是 這場 抹了他 最主要是看回 他對上一場 0.79 這場 就轉了過去 田祖千二米跑 雖然 這個路程 就不是他最佳的路程 但是他在這場的表現 是挺不錯的 因為他這場 就 沿途就跟前 最終就輸三個幾馬位 但是其實他在直路上 一度都未能看空 被那隻天天沙拉頂住了 所以 加上 頭馬那隻 兩隻八斗 根本都贏兩個馬位 其實你見到 機械騎士 最終之三個幾馬位 我覺得 又不失禮 就是 你看回跑第四個匹 英勇快車 其實基本上都差不多 跟機械騎士同到 英勇快車之後 再出 就已經贏了 保重了 所以 我覺得 這一場的賽事 是挺值得尊重的 那 今場 就是 隔一隔沙 今場 不限制 幫這匹機械騎士 補回 他的手本 路程 因為 看回這場的形勢 預計這場 的步速 都不會快到去哪 因為 會擺前的馬 可能是良驅好友 保力生輝 宇宙動力 甚至是 宜奇之寶 都有可能 當然機械騎士 自己也有機會放頭 但是這些都不是快放型的馬 所以 Gear 其實這個四檔 我又覺得 叫做進可攻退可守 那 他放在頭上 我覺得沒所謂 就算 他跟前有些Cover 也是一個 不錯的跑法 因為 一場的對手的實力 不是特別強 例如良驅好友 上場 當然是贏得出色 但問題是 他賺了一個 萬補足的形勢之下 贏 對 這場 所以要調低一點 另外的馬 歐華威威 也是 最近後追一段 但是 因為預計這場的 補足未必會很快 所以 這些 被動一點的馬 我認為拖腳會比較合適 另外 狼善好師 如果他健康沒問題的話 當然是厲害 但之前 因為都 少流鼻血 暫時還沒 跑回之前的水準 不知道他這次復出 可以不可以 所以 都會調低一點 另外 超威力 這次換了潘頓騎 但是 因為 之前都沒有跑掉的路程 那 真的 都沒有什麼證明過 因為潘頓騎 又排著漂亮 當熱熱的話 我又覺得 未必說很划算 另外的馬 閃電 這些馬 也是 退化得很厲害 近幾場 完全沒有東西看的 所以這些我都傾向不相信 所以這場 我覺得機械騎士 真的 是他 真的 拖齋的黃金機會 因為 形勢上 我覺得是很合適 如果 他可以跑回之前 上名 輸給奧華威威 這個幾碼位的水準 那 我覺得 他在今場 那個 贏面 都不小 加上 這匹馬 最近的表現 失望了好幾次之後 我預計肯定會退熱的了 那如果 到時候 又不做他分頭的話 那個直播率又會相對提升 所以我首選 就會先選這匹馬 好 那重複一次 我今天的心水 就是 第2場 10號的世界騰王 第5場 7號的果然僥倖 還有第6場 9號的機械騎士 好 那我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 推介更多值得投注的馬匹 下次見 拜拜